最近一位女士发觉她在某银行的支票账户被人拿走了几千元 查询之下知道原来是银行将账户里面的钱拿了 只留回一百元 而拿了的钱是用来清还她公司的信用卡债务 这位女士之前和合伙人、partner一同经营生意 公司在这间银行设立了信用卡 合伙人使用信用卡买东西是与生意无关的 女士发觉之后报警 并且马上向银行投诉信用卡被盗用 以为银行会取消这一笔欠款 谁知道银行在她私人支票账户 拿钱来还公司信用卡的债务 这位女士是否要为这笔信用卡债务负责呢 而银行有没有权在私人支票账户当中 拿钱还公司的债务呢 和合伙人做生意 每一个合伙人的行为 其他的合伙人都是要负责的 因此大家不要随便和其他合伙人投资或者做生意 合伙人既然是有权使用信用卡 就不属于导用欠下来的款项 其他合伙人都是要负责的 相信他们成立信用卡的时候 已经和银行签了协议 是被银行抵消的权力right to offset 因此银行是可以在预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 用私人账户的钱来还公司的债务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半钟见面 请不吝点赞订阅